Hello 我是李超叔叔 樸素的《平凡之錄》這首歌它非常的棒 它只有四個和弦 以G調來說是E minor C G還有D 一直重複直到最後一句變成先D再G 因為要回到G嘛 因為它是一個G調 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它不是叫ABCD 它叫1 2 3 就是6m4 E 5 6m4 E 我曾經6m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它可以變成別的調 譬如說你變成C調 C調的6m就是Am 我曾經聽過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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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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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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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inor F-F-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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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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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徘徊着歌在路上的 你要走吗 比较比较 一岁的骄傲着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沸腾着的 不安着的 你要去那 比较比较 你一样的 沉默着的 不是你真的 在听吗 我曾经爬过上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没一个答案 好 我就不弹下去了 接下来我试试看C调 C调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有人说老师C调和C调到底是变高还是变低 没有这个说法 就是属马的人和属老鼠的人 到底是变老还是变年轻了 不一定都有可能 上下都有 我会讨论的 骄傲着的 那也像是我的模样 非诚的这不按着的 你要去哪边 你一样的 沉默着的 不是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划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感见平凡 是唯一的答案 我曾经划过山河大海 别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倒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落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感见平凡 是唯一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